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美丽 眼下最火爆的影视题材啊 就是大逃杀类的电影了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部 融合了荒岛野外求生 挖掘宝藏的求生类电影 荒岛求生 男主啊 沈明是家刺起老板 有点小钱 平时嘛 一毛不拔 但是为了爱慕的女神琳达这道手 这次可是下了血本 他作为一个小快艇 约上了琳达和好朋友老高一家 在光头四季的驾驶下 驶向附近的海岛 打算来个海岛浪漫五日游 琳达呢 是个十三线小明星 演技不咋地 但却很是败金 而且还极其自私 沈明对于琳达可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心甘情愿的做备胎 可是快艇航行到一半时出了交 船内迅速进水 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几个人拿起行李舱就往海里跳 据我猜测呀 这应该是在 赤道无缝带 嗯 没错 要不然怎么会风平浪静 一点波澜都没有呢 就这样大家游到了沉船附近的一个小荒岛上 上岛之后啊 大家才发现 这个岛别说人了 连一个小动物都没有 只有成片成片的椰子树 看来可是可不死了 很快 沈明一行人就商讨起了求生计划 老高自告奋勇地当起了队长 并表示要做好打持久仗的准备 咱们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明天就开始出去找吃的 不能做以代弊 然后分好了仅剩的食物和水 并且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 比如私欺负责砍柴挖虫子 沈明负责下网捞鱼 老高负责打房子生活 至于女人嘛 就负责管理好物资 搞好后勤工作吧 于是大家各司其食 虽然流落荒岛 但是倒也不至于昏吃等死 老高嘛 是个动手能力极强的人 他做了许多实用的工具 搭了几间盲草房 用下海捕了鱼 多够的老高 大家才能饱餐一顿 至于沈明和琳达嘛 就没那么给力了 由于在公司要五喝六惯了 时不时的就朝自己发脾气 司机脾气倒是好 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不发货 可琳达这公主病犯起来 就连脾气最好的老高都忍不了 都这个节骨眼了 还要洗澡 这一波因为偷用 仅剩的银用水洗脸 被老高的媳妇抓了个现象 两人一言不合的扭打起来 画面一转 司机这几天变得勤快了许多 天天早出晚归的 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这天他鬼鬼祟祟的跑到树林深处 在一棵老树下就挖了起来 没多一会儿竟然挖出了几百根金条 司机偷偷把金条藏好 并若无其事的回到了大本营 晚上吃饭的时候 沈明又发起了脾气 有了金条打底 司机决定不再沉默 这么多年来的怨气 一吐为快 说完还留下一个金豆子 拿起烤鱼就走 琳达一看 这不是我干爹吗 于是妈溜的去找司机 开小灶去了 一翻转磨硬泡下来 司机明显就飘了 随手就送了两根金条给琳达 随后的几天 大家都按部就班的捕鱼过日子 直到有一天 一艘橡皮顶登岛 打破了这里宁静 挺上的黑衣女和几个手下 都带着武器和金属探测仪 谎称是地址勘测的 给了沈明一行人食物 并从他们口中得知 他们来到岛上一个月了 挖地三尺 能吃的都吃了 黑衣女又问 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原来这群人 正是为了岛上的宝藏而来 他们一直在找 明朝沉船 遗留下来的这批宝藏 没错 就是司机找到的金条 在得到老高的否定的答复后 他们决定离开小岛 但司机却拦着不让 推嗓中 金条掉了出来 黑衣女一看到金条 就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他们威胁老高 如果不说出剩余金条的下落 就杀了他们 这时琳达这个墙头嫂又出来了 她揭发了司机藏金条的地点 拿到金条的黑衣女 还是打算杀人灭口 这时老高急声声志 皇城岛上还有别处宝藏 自己可以带着他们去寻找 第二天一大早 老高就带着黑衣女一群人 去寻找宝藏 其实老高是把他们 往自己设计好的陷阱里 一个小狼狼 没走几步 就掉进了老高的陷阱 沈明他们见状撒腿就跑 毕竟是在岛上待了一个月啊 他们对小岛的地形两如指掌 没跑多远 就把黑衣女他们甩到了身后 接着老高和沈明 他们跑到了海边 乘坐黑衣女登陆的快艇 离开了小岛 只剩下黑衣女一人 在风中凌乱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要是真流落到荒岛上 再多的钱财都没用 还是保命要紧啊 作为一部小成本国善网剧 故事架构还算是比较完整嘛 有搞笑 有冒险 有励志 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快点关注小美丽吧 我们下集合